最近有个视频非常的火 有个学生被老师歧视侮辱了 然后就找有个主播帮忙 这个主播就当场拨打了他老师的电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说了什么 这个老师呢跟很多老师一样啊 说都是为了学生着想啊 想让他成绩好 所以骂学生两句啊 这很正常 很明显啊 这种老师他不懂得什么叫尊重 中国很多的家长也好 老师也好啊 都是这样 一说都是为了你好啊 但现实中是各种侮辱你 而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穷一点没事 但不被尊重的话啊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就他这样的情况 这社会最底层家庭出来的孩子啊 这不是我笑话他 他不好好学习 他以后想跨越阶段啊 这比登天还难呢 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啊 不过呢 麻烦您还是告诉他一声吧 让他趁早退学吧 回他的农村念去吧 反正他在城里吧 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这城里哪适合他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呀 还是从哪来回哪去吧 回他这农村念去吧 乡下人的味道 说实话啊 这个老师还是有点水平的啊 但就是教育方式不对 这个老师最起码知道啊 这个社会是分等级的 知道这个学生啊是底层的 他能告诉学生这个事实和真相啊 其实挺好的 他要是不说的话啊 可能这个学生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是社会底层 从本质来说的话啊 这个老师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就是方式不对啊 言语之中充满了看不起人的味道 可能这个老师是大城市的人啊 所以就看不起农村的这个学生 总而言之吧 我对这个老师的评价就是 本心是好的啊 但是表达方式不好啊 不尊重别人